三歲可能就已經在接觸ipad在看youtuber了 一起跳課 我嚇到 那一刻心就覺得 是不是沒有把我驕傲 嗨 今天的影片呢 想要跟你們分享聊的話題呢 我覺得比較沉重 有一點難受 就是 嗯 對 隨著孩子的成長 然後 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 然後目前小淘德是八歲嗎 我真的已經開始擔憂說 哇 等他到青少年的時候 不知道 我們能不能夠承受這些 孩子 對 就是孩子產生的一些問題 好 今天的影片呢 想要跟你們分享 也就是 禮拜六發生的事情 那今天是星期一 已經過了兩天了 可是我現在 還是覺得蠻難受的 因為 我剛剛打開手機的時候 就 看見 就是 小淘德在想念他的朋友 然後 對 好啦 跟你們說這個故事好了 嗯 我想許多人可能也會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面臨到 孩子 情緒失控 說髒話 或者是友誼破裂的時候 該怎麼辦 其實不只是孩子 我一直陸陸續續也有收到許多年輕女孩們的私訊啊 或者是E-mail都在說友誼方面的事情 我想對許多學生來說 同才就是學生生涯的全部嘛 你每天都需要社交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 會很重視你的朋友 所以 所以 一旦當 友情之間 有裂痕啊 或者是有處得不愉快的時候 你就會不想要上學啊 就是或者是 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會影響著你的每一天 這題外話 重點就是再回到那一天的故事好了 禮拜六嘛 通常周末 大家當然就是 耶 不用上班不用上課了 睡晚一點啊 對不對 多棒啊 可是呢 小濤的平常是我們八點出門 然後到學校 所以七點多起床 但禮拜六那一天的時候 他竟然給我六點多就起床了 我跟爸爸都在崩潰中 就哇 還這麼早 好那你自己玩一下iPad好了 這真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因為平時 他在玩iPad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在廚房煮菜啊 或者是就是 一定都會看著他 我們一定都會了解他的狀況 可是因為那一天 我們太想睡了 所以就想說 好啦那天你自己去玩一下好了 結果呢 到了早上 八點多 快九點的時候 大濤電話響了 然後 是 小濤的轉學前 班上同班同學的爸爸打來的 然後呢 兩個就開始就是先 家常閒聊一下 接著切入主題 對方爸爸說 欸那個 你的小孩好像在跟我的孩子在吵架 他看著 他看他兒子就是情緒不太對 然後 他有去看一下他小朋友在玩什麼 然後他發現就是 我們家的小孩子在說髒話 然後希望就是我們去注意一下 然後看孩子發生什麼事情 我嚇到 我完全嚇醒 瞬間清醒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小超德平常是一個個性非常穩重 然後 嗯 自律能力非常好的人 而且道德心非常的強 有人亂丟垃圾他都會生氣 該怎麼說呢 他很守規矩 他非常的乖 然後 嗯 只要有人犯規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他就像糾察隊一樣 他是 就他是這種個性的人 所以我很訝異的是 他一直都不喜歡說髒話的人 可是他今天竟然就是說髒話了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可以讓他氣到整個情緒崩潰不要髒話呢 我就開始很擔心 然後 等那個大桃跟那個爸爸電話掛掉之後 我們就馬上叫小桃德上來 就跟他了解一下情況 然後他就哭著說對不起 然後 他就大概跟爸爸講了一下下 然後突然我就想到說 欸 對齁 就是 呃 他的帳號是我的帳號 所以我可以透過我的訊息去看 小桃德 他跟朋友之間到底說了些什麼 然後我點開我的訊息的時候 瞬間心碎 那個小笨蛋 他竟然把罵人的話 穿在群組裡 知道嗎 就是 你們兩個吵架也就算了 可是 你把吵架 生氣的話 穿到一個群組裡 所以群組裡面 就是他們平常會一起玩的朋友們 然後 我不知道 那些小朋友也有可能就是家長也會 收到這些訊息 所以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小桃德 嗯 說髒話 然後跟同學爭吵的這些事情 那我們了解了一下情況 小桃德是覺得說 跟他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對方就是有作弊 然後就是有詐欺 然後欺負他之類的 所以他很生氣很生氣 我就說 就是媽媽知道你很生氣 可是你看你生氣 你 把生氣的話 都傳到群組裡 大家都知道你們吵架了 大家都知道 你說髒話了耶 我說 你之前不是也都跟我說 就是有哪個小朋友 說髒話 你就不喜歡他嗎 然後他就 他就覺得很難過很懊悔啊 我就說我知道你很生氣 對有時候 人在生氣的時候 會做出一些事情是 你沒有想清楚就去做的事情 那 我就告訴他說 嗯 就是下次如果你生氣的話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啊 下次如果你生氣的話 第一件事 你就離開 不要跟他玩了 離開那個會讓你生氣的地方 如果你還不想要講話 不想跟爸爸媽媽講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自己到房間去休息 或者是 你要看電視 你要吃東西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可是生氣的時候 最好就是 遠離那一個讓你生氣的環境 遠離那一個讓你生氣的人 這樣子 就可能比較不會吵架啊 因為 是兩個爸爸在互相溝通嘛 就是大陶跟他爸爸 平常就也算有聯絡 他爸爸是道地的美國人 所以想法是比較開話的 我們也覺得就是 還蠻除得來的 那他爸爸呢 跟我們說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也覺得非常的感激 就是幫我們留意孩子的一個 發展狀況啊 生活的情況 就是讓我們 希望我們注意說 欸他會說髒話這件事情 對 這是我們之前也 完全沒有注意到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小桃的 就是說髒話 我們也一直都告訴他 就是說髒話不好 除了 對你的 你說髒話對別人不好之外 對你自己也不好 別人會怎麼看你 會覺得你是什麼樣的人 我也有跟他說 如果你今天走在街上 你看到一個人就是在那邊 說髒話亂罵人 你會怎麼想 馬上遠離啊 趕快 能跑多遠就跑多遠 那個人就會像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因為人在生氣的時候 可能就會揍人啊 會做什麼危險的事情 所以他也都知道 所以 我覺得這倒還好 就是可能一點就通了 那 重點是 呃 因為是爸爸打來的嘛 所以 大桃就會覺得說 還是要跟對方家長 可能稍微有個交代 因為小桃德在事件的當下 就是說完髒話之後 對方有傳個哭的臉 小桃德就 有回他sorry了 就是他自己生氣完就sorry 可是 對話就到此結束 我們就跟小桃德說 那你想不想要再跟他道歉一次 然後小桃德就哭著說 啊啊啊 然後 然後對爸爸就用手機錄影 然後就是 就是 有錄影 有本人 然後真心誠意的道歉的感覺 然後小桃德就哭著道歉啊 然後說他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然後 就是問對方 你可以原諒我嗎 其實看了蠻感動的 好 好那 傳過去之後呢 呃 過了大概五分鐘吧 對方的小朋友也是 就是 很難過的 就說 就是 沒關係我原諒你 然後對方就是也有道歉 好兩個小朋友都道歉 和好了 我們做家長的也 能幫忙的也有限 只能去 引導他 這裡我覺得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大桃跟小桃德說了什麼 因為剛我只說我跟小桃德說什麼嘛 我只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罵髒話 就是 別人會怎麼看你啊 還有你生氣的時候 你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去解決 那大桃跟他說的是 他說的 我覺得更絕一點 但我覺得非常的有用 大桃 除了叫他跟他朋友道歉之外 也叫他 就是也叫他跟媽媽道歉 為什麼呢 他說 他說 就是大桃跟他講說 就是 別人覺得你說髒話 覺得你沒有教養 那別人會怎麼想你媽媽 會怎麼想你的爸爸媽媽 會不會覺得是爸爸媽媽沒有把你叫好 所以 你才這樣 他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你媽媽是一個很糟糕的媽媽嗎 然後小桃德就哭著說 不是啊不是啊 然後 然後爸爸就說對 可是你今天這樣子做 別人會覺得 你的媽媽很糟糕 你要不要去跟媽媽道歉 他就來跟我道歉 總之就是 因為大桃這個動作 其實也確實讓我自己回想到 我國中的時候啊 我們班上同學 就是 不喜歡一個老師 我們講好了 大家一起 你俏課 那時候 當然有些人還是沒有俏課啦 可是走了至少 二十幾個人 我們全部都 離開教室 就是沒有上哪一堂課 那當天回到家的時候 晚上 當然就接到了 老師 打電話給家長 然後我媽接完電話之後 我當下 就覺得完蛋了 我可能會被揍 或者是我會被爸媽罵很慘 因為 全班一起參與俏課 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媽哭了 我媽就哭了 她就說 她是不是沒有把我教好 為什麼我會翹課 為什麼我會變壞 然後因為我媽的哭 就讓我覺得 喔 我就趕快跟我媽解釋 就沒有沒有 就是我班就是二十幾個人 大家都翹課了 那我媽當然是覺得說 可是你知道什麼事情 該做什麼不該做啊 為什麼別人做 你就要跟著去做呢 然後 對 我本來就是很感謝 就是 因為 我媽的這個個性吧 就是 不是在你做錯事情的時候去責備你 而是 她 先軟 我想大家應該都是 吃軟不吃硬的人吧 當有一個人比較 就是用柔和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的時候 你就 不會這麼大的反彈 尤其當 國中神是比較叛逆的時候 對 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我第一次翹課 我媽是哭 而不是生氣的打我 罵我 就是我媽的這個行為 真的是徹底 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覺得家庭 巧遇非常的重要 這也深深的影響到我 所以我在面對 小桃的如果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第一個會做的事情 就是站在她的立場 說 媽媽知道你很生氣 媽媽知道你很難過 然後 而不是 馬上就去指教她 這也是 感謝我媽媽 那在星期六的當天 就是我跟打討 就還有在討論一件事情是 到底幾歲 讓小朋友玩線上遊戲 是對她比較好呢 因為我在思考的事情是 會不會其實小朋友 目前的身心發展狀況 還沒有這麼的成熟 所以當他們在面對一些 爭執 或者是有一些情況不穩定 情緒不穩定的情況 他還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那是不是 他現在年紀還太小了 但是 仔細想想不對啊 因為其實對他們 我們想起來覺得八歲很小 可是他們的年代 跟我們的年代 落差太大了 我們的八歲 根本是在田邊抓蝌蚪 他的八歲 不只是八歲 三歲可能就已經在 接觸ipad 在看youtuber 每個小朋友都說 我長大要當youtuber 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就是他們的年代 跟我們年代差太多了 所以我們也不能覺得說 八歲還小 就是不應該做些什麼 可是實際上對他們來說 線上遊戲 已經是他們生活社交 不可缺少的 同學都有 同學都在玩 那當然有一些沒有玩的 可是沒有在玩的 就不會成為他們 那一群朋友的 就是一起 因為沒有共同討論的話題 那跟他在一起的這群朋友 有的是有哥哥的 有哥哥的更厲害你知道嗎 驚掉我下巴 他們在家裡是用電腦 然後用電腦之外呢 那個八歲小朋友還會分割畫面 就是 就像一個導播一樣 然後就像一種 我們會看到的youtuber一樣 就底下放了他視訊 然後就 引導小桃的 就欸 就是分割畫面給小桃的看 現在看到我遊戲了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 我覺得哇 我覺得八歲小孩的 就是電腦能力好像比我好 你知道嗎 自嘆不如 對所以 也確實因為小桃的開始跟這些小朋友們 一起邊視訊邊打線上遊戲 我覺得小桃的瞬間長大很多 所以 如果以未來世界電玩啊 或者是3C產業科技產品 絕對只會越來越厲害的情況下 你小孩已經提早能夠具備這些能力了 那他確實對他未來來說 不管是人際關係也好 或者是在面對更新的遊戲 更新的一些科技的時候 他都會更快上手 那確實小桃的還蠻聰明的 他在打電動的這個過程中 也許一開始他的朋友們都比他聰明 可是他現在都變成可以去教他朋友怎麼玩的人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訓練 然後我就思考 欸對啊 你看 八歲耶 八歲就要開始面臨拍影片跟朋友道歉 八歲就要開始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 我就深刻感受到 嗯也沒錯 就是八歲提早讓孩子社會化 接觸了這麼多 然後八歲他就能夠記住 以後不要說髒話 不要說不好聽的話 不要讓別人難過 然後不要讓別人生氣 生氣的時候你要馬上抽離 不要再讓自己生氣的時候 失去理智 做了一些後悔的事情 雖然這個體驗對小小的他來說 可能是有點難以承受 但也慶幸就是他現在才八歲 有爸媽陪著他 爸媽可以引導他 爸媽說的話他很願意聽的時候 因為如果今天這件事情發生在他青少年 或者是叛逆的時候 可能就不跟爸媽講 然後或者是你爸媽沒有辦法監控到他跟朋友之間的訊息 或者是他也不願意聽爸媽說什麼 就覺得你們都在說教 就是你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麼 當孩子越長越大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產生 所以也很慶幸在他年紀還小的時候 就遇到了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讓我們可以提早的去預防 提早的去做一個很好的引導吧 然後讓孩子的情緒 身心靈也能夠更健康的發展 接下來想要跟你們聊的是 就是許多年輕女孩們寫email給我的時候 我是怎麼回應他們的呢 關於有情的這個部分 其實不只是對年紀比較大的人 我會有這麼大的感觸 而是對小桃的我們也從小就一直教育他 就是你看你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啊 你有班上的同學的朋友 你有打籃球的好朋友 你有鄰居的好朋友 你有其他的朋友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把你自己做好 當你自己夠好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交到很多朋友 就像如果你們今天要打籃球 大家都會想要跟籃球打得很好的 同一組啊 同一隊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會主動的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們今天要跳舞 可是你跳舞跳得很好 大家就會想要跟你一起 對就是 當你 就是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的時候 大家就會喜歡你這個朋友 那當然你也要就是 對人家很nice啊 該說的我們都說了嘛 那總之呢就是 在小桃的剛開學的前幾天 我也都會有關心他的狀況 問他說 那我們在班上就是 有沒有好朋友啦 今天有沒有跟人家說話 因為小桃的並不是一個很主動交朋友的人 他 會被動的 的人家來跟他玩 但是他會很 對別人很nice 就是 如果他們能夠變成好朋友的話 小桃的 就是會變得很外向很開朗 所以他是慢手的 所以他不擅長面對陌生的新朋友跟環境 我問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就是 嗯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自己啊 聽到他的回答的時候 我覺得 好好笑就是 對 就是我們平常一直跟他講的就是 就是 朋友算很重要 可是你也要練習獨處 把自己做好很重要 那確實 當我回答給那些年輕女孩們 有任何交友問題的時候 我也是同樣的道理 回答他們 每個朋友在你人生階段中 扮演的那個角色 我覺得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 你的人生 就是會一直 邁向下一個階段 你的朋友會不一樣 就像 結婚生子之後 更有感 當女生 開始 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之後 像我們現在已經很少 就是會去跟 單身朋友們聚會了 第一聊的話題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並不是不喜歡那些朋友 而是 你的時間 不是你自己的 你想想看 我今天要跟 一群單身朋友出去聚會 我是要拋棄家庭嗎 就是老公跟小孩子自己在家嗎 還是我要帶著他們一起去 帶他們一起去的時候呢 老公會不會無聊 小孩會不會無聊 那我們 基本上 如果是一個家庭 是一個團體的時候 我們目前 會比較多跟朋友的聚會 都是 對方也是家庭的 然後 最好是孩子 也有孩子的玩伴 他在那個聚會中 也會快樂 通常只有這種邀約 我們才會前往 然後 或者是 嗯 我們知道那個環境的 舒適度 是能夠讓我們孩子放鬆的 我們才會 答應 就是這種的聚會 好 所以呢 就是因應人生的階段不同 你會有不一樣的朋友 也許你在現階段 有一些 嗯 朋友 正在發生某些 可能就是 關係的破裂啊 什麼之類的 但我還是會建議你 你盡量去修補 就是可能 不用修補到跟以前一樣好 可是 多一個朋友 總比多一個仇人好 就是讓大家 表面上的關係 是至少和諧的 不要說見面了 會 生氣啊 或者是什麼情況下 就是 之後 幾年之後 你們可能在街頭遇見 還可以打個招呼 嗨你好最近好嗎 這樣就好了 或者是點頭微笑 的這一種關係 就可以了 好這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如果有一些共鳴 或者是有享受的話 也都歡迎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感謝收看今天的影片 祝福你們 我們下次見囉 掰